歡迎高齡 來到人間必有勝地 婚姻大賣場 在這邊新店的家樂福 我已經 跟員工一樣 我收透了 顧佳南那個故事 故事喔 卡 不是顧佳南這個故事 他其實是在講非常簡單 而且是一個非常平凡 然後任何人看了都非常可以理解 看得懂的一個愛情故事 最主要是兩個人 顧佳南跟徐雙雙他們兩個在 愛情跟結婚之中 他們的一些追逐在 跟心裡面的那個糾結跟矛盾 好漂亮 這樣還是這樣 這樣比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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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差 可以跟妳一起去 那感覺是兩隻 那是兩隻 那是兩隻 比較漂亮 大家可能會看到 比如說我跟建委來講好了 其實我們在公司的方面上 戲裡面有很多公司的戲 我們有很多對質 因為我們是分兩個team 然後我們在爭一個 副店長的職位 所以我們在公司上是非常的對立 可是當我們一再轉換一個鏡頭 回到我們私底私底下的時候 又是一個非常相親密 然後很親密的一個互動 所以其實這個反差是有做出來的 然後這也是我們沒有預想到的一個火花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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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吃喔 那我真的打開一次啊 一起吃喔 一起吃 那我跟他講 一起吃嗎 又要一起吃 一起吃 重複講 一起吃喔 希望你能維持水準 不要重鮮 好 很好喔 很棒 就吃喔 很棒 沒有 不是 他就要咬了 我自己不能吃啊 沒有 他不會咬的 我就是打開 我們在這邊把美皂吃完 他要把它做好 就是做一下的肥皂 我們就吃 沒有 沒有 我們就吃肥皂 就吃啊 沒有 包裝它先打開 你真的要吃肥皂 咬不下去啊 可以咬下去啊 肥皂怎麼咬不下去 他在幫我 我是開玩笑的 沒事 我們才剛討論嘛 對不對 沒事 我跟建偉 後來觀眾知道 我們是一對的時候 那一個戲比較動作細一點 我哪有 那時候光看劇本的時候 就會馬上突然覺得 原來他們是這樣子出場的 店長是不是給你洗澡線 好 店長 你太懂我 太懂了 你什麼 你擋下來就想睡覺 你真的是 媽媽 你真的是 你不要緊 我知道 我喜歡弄 我知道你來不及 好 好 你搞我 你吃 好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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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吃藥嗎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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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也覺得我長得 就不要談分 我吃戀愛了 你不知道嗎 我覺得那一場 觀眾可以好好的期待 因為那場其實是 滿有看頭的 我隨便看頭 並不是說 露哪裡 不是 是我覺得它是有意思的一場 就是它整個整場戲的一個流動性 它不是單單只有在床上 兩個人 講完了兩葉子的話 它是從 翻開然後下床 然後翻過來 然後再翻過去 然後再翻過來 然後再翻出去 所以這是一場動作戲來 然後再翻過來 Oh yeah 這個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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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放屁回來 就是放屁回來 我是顧佳南 我們下一集見